原民履姓郵差在五年前騎車經過臺北的安和路上 一個交叉口時 因為耗聚燈故障導致路口出現了三面式綠燈的情況 結果他被汽車給撞上 造成了腰椎受傷 請求國賠 法院宣判他獲賠一百三人三萬多元確定 表示交工處則回應表示 還沒有收到法院的判決書 會以判決書的內容來進行辦理 五年多前履姓郵差在耗聚燈故障顯示綠燈的情況下 在行進這個路口的時候被汽車撞上 履姓郵差2017年騎機車送信時 行進安和路二段一百七十一項 橫越敦化南路二段時 因紅綠燈故障 據當時露營畫面顯示路口三面重現綠燈 遭汽車從左側撞上導致腰椎受傷 因擔心影響生育能力等提高請求國賠 法院八日判貨賠一百三十三萬 餘員確定 那他從那個安和南路二段一七一項 其實車速相對應該說是蠻快 沒有在注意那個車錢狀況 但是因為耗製故障的話 我們是有責任 我們目前還沒有收到法院的那個判決書 那會是收到這個判決書之後 再辦理後續 針對耗製故障部分 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也提出監禁做法 包括交通後製定期巡查 以及提高北市主要幹道建警率 北市交通處也提醒民眾交通後製是電子產品難避免故障 駕駛駛人勿必留意紅綠燈運作狀況配合員警指揮 衣同時提高警覺確保警察安全 记住我们陈伯玉特别报道